由内及外 由心里而生发出来的 这样的一种表演的东西 还有第二类坚持标准的演员 他可能对剧本的审美不是特敏感 他就开始什么呢 看其他人 就是挑合作方 你比方说大的公司投这电影 有资金保障这是一条 再一个请的编剧 请的导演 请的跟他一起演的演员 同场的这些人都是高水准的 而且公司在这些方面砸了大价钱 导演我请张一谋 编剧找谁谁大腕 合作的江文 葛优 周润发 都这水准的 所以一判断 能在这些上砸这么多钱 你想这电影要差劲 不可能啊 而且这么多人跟我合作 都大明星 票房肯定高 我参与这个电影没错 没多少风险 也会抬自个腕 所以这是第二个坚守标准的方法 就是我不能挑本子的时候 我挑合作方 所以这是一种坚守标准的方式 这一点其实在更为成熟的好莱坞市场啊 早就成为一个不成文的规律 你要我举两个例子 今天得奥特卡奖的这个 这个刘纳多 这刘纳多呢 你说他演技多好 哎 一调查呢 发现呢 他是好莱坞 十大具备票房号召力演员里头 素是最小的 就最具票房号召力这些人 他是素是最小的 那么有人说他演技呢 有的说那都是影帝的 当然好 还有说他不怎么样 他就跟台湾那演员马景涛似的 好莱坞的咆哮地 什么都得大声喊 有人说谁说大声喊了 荒野猎人里头他不吱声 都拿影帝要钱 今天又要看 为什么呢 从泰坦零号火了之后 谁都知道 李奥纳多的追求是啥 我就要拿奥特卡奖小心人 你想想 他为了拿奥特卡奖的影帝